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东方美国历史还有托福SAT老师刘仁谦 在美利坚演绎这个节目中,我将用最轻松幽默接地气的风格为您讲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200多年来的历史 一些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对美国这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打我记事儿开始呢,对美国的印象就是七个字,打倒美帝国主义 那会儿呢,对美国的宣传是负面的信息比较多,再加上家里有长辈吧,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役 所以呢,提起美国自然也是没什么好话,所以呢,我从小就在对美国的这种印象下长大 但是等到十几岁之后呢,似乎价值观出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时呢,接触了一些网络上的信息,宣传的都是美国最伟大光明正确那一面 所谓自由主义的世界的灯塔呀等等 了解到美国所谓三权分立,司法自由,民选总统这些听起来都特别高大上的概念 于是呢,开始疯狂购买关于美国的书籍 在各种网站上寻找关于美国的资料 但是这越找吧,越发现似乎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那也越来越了解到了一个道理 就是国家就像人一样,它永远不是非黑即白 永远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那样好坏分明 每个国家就像每个人一样,它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黑点 于是呢,我就很想把我所了解的这个还算全面的美国去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不想把历史讲成一个干巴巴的学术论文 里面充满了引用的文献和晦涩的学术名词 我希望我讲的历史是生动的,有意思的,接地气的 能让您在听的时候一方面了解了知识,另一方面也得到充分的放松 因此呢,我决定把我的美国历史节目做成演绎的形式 就像三国和水浒一样,每一集都有一个非常有江湖气息的张回名字 内容上务必要求有趣和有料并重 在美利坚演绎里,您将与我一起了解美利坚合众国的前世今生 华盛顿为什么心甘情愿裸辞总统 美国被迫签过什么不平等条约 林肯到底是救世主还是一个违宪的独裁者 特朗普凭借着什么优势一路逆袭 这些问题您都将会在美利坚演绎中找到答案 最后,如果您真的喜欢本节目 欢迎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感谢您的欣赏与支持 我是刘仁谦 每天八分钟我在美利坚演绎与您不见不散